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股边手绳教程 这款手绳是扣子式的 扣环部分为二股边 主体为四股边 连接处都是用的舌解 是一款简单好学的手绳 下面让我们准备好材料 这里用大红金来演示 同款不同色都是相同的教程 首先把线打开理好 然后找到金线的末尾 金线容易散口 可以用打火机迅速烧粘一下 或者在金线末尾处打结固定 接着把金线的末尾对齐 对折这根金线找到中心点位置 红线也是同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把两根线的中心点都叠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在中心点左右两边各取1.5厘米的长度 开始做二股边 二股边的边法 左手捏好不动 右手转动这两根线 每转动一下 就用左手来固定一下 然后用左手来固定一下 后备子 再次用左手来固定一下 进来 那边 就用左手来固定一下 再次用左手来固定一下 我们在宽舍 所以我们在宽舍 然后是今天 到他这里 我找到你 我们在宽舍 那个 因为刚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间的四股变我们还需要编14厘米 接下来我们用夹子把扣头固定在某个地方 在编四股变之前我们先来排列线的顺序 从左往右四根线按照1234来编号 如果13和24的颜色都是不同的 编出来的效果就是错开的 如果13和24的颜色都是相同的 编出来的效果就是一排彩色一排金色 根据个人喜好来排列 这里演示错开的效果 四股变方法都是一样 四股变的变法 首先将一号线压在三号线上 再把三号线拉到一号线位置来 再把四号线压在二号线上面 再把二号线拉到四号线位置来 然后再把这四根线收紧一下 第一组就编好了 继续编下一组 一号线压在三号线上 三号线拉到一号线位置 再把四号线压在二号线上面 二号线拉到四号线位置来 每次编织和收紧的力度都要保持一致 编出来的效果才会整齐 接下来不断重复 直至需要长度即可 你只要记住13互换 1压3 24互换 4压2 总是用最外侧线压在内侧线上方 1号线 2号线 2号线 四股编这段编道需要的14厘米后 我们开始收尾 捏好末尾来打一个舌截固定 线还是分成两组 舌截方法和开头舌截是一样的 打好后把线都拉紧调整好 穿扣子前你可以先看一下尺寸是否适合不合适的话可以调整下 然后我们开始穿扣子先把多余的金线剪掉 金线留2毫米线头用打火机烧结固定好 再把两根红线末尾烧尖粘在一起 拿出扣子穿进去 最后贴着扣子打一个舌截固定 两根线都收紧下 再把多余的红线剪掉 留2毫米线头用打火机烧结固定好 再把多余的红线剪掉